我跟孩子在这个爱图教育 在这边那个爱图教育 报这个班呀 就是去年4月2号的时间 报了这个班 但是我到这月6号的时间 我才发现 他给我们就是发这个书 是表演小打人 这个书就是昨天晚上 我拿出来的时间 我都看到这是表演小打人 他之前都没注意过呀 我一直没看 可能我这人太大意了 王女士说 去年4月份 他给孩子报了 郑州爱图教育的英语班 一共120节课 可最近才发现 这一年间 孩子一共上了57节课 可上的这些课 却并非英语课 王女士说 自己平常比较忙 所以对于孩子的抱怨 他并没有太在意 现在也很是自责 那对于上错课这一问题 郑州爱图教育的 相关负责人 又会怎么解释呢 当时他给我说的是 给同步 给孩子就是同步教育 就是一个班级 这都是一个级别的 就是一个年级级别的孩子 从年龄上去进行分班 我们一直都没有 这样承诺过 年龄它是一个客观的东西 我们在开班家长会的时候 给家长 所有的家长在一起 明确地讲述了 我们的上课内容是什么 让每个孩子做了自我介绍 你当时如果给我这样说的时间 我当时都不会交这个钱 我都不会报 你们说白了就是欺骗我 但是我们在家长会上 会跟家长说 请学习负责人来参加 当时应该是妈妈没空 然后呢 姐姐来了 郑州爱图教育的这位负责人说 上课内容在开课之初 已经明确告知孩子家长了 王女士不知情 很可能是他们家庭内部成员 没有沟通到位 我先抛开这个课程 抛开学校 抛开老师 抛开老师对学生和家长的服务来说 首先咱们快一年以后 发现孩子这个课程是不对的 家长存在一定的责任 对吧 跟学校这个课程 我觉得我存在一亿 你及时提出 可能我们会减少很多的损失 那老师这边呢 可能他表达的一些东西 会让家长觉得 我的孩子在这边 是以提高为目的的学习 那我们在这方面以后 可能要更严谨 更明确地给家长去告知 既然都存在责任 咱们就各退一步 关于给家长造成的 这种不好的体验 我们愿意去改进 我们也愿意给予一定的 退费减免的金额 针对王女士 现在遇到的问题 经过协调 这位负责人也给出了 一个退款方案 咱们就退费的这个问题 老师说 本来咱上了有57节 退50节课 然后另外把手续费 服务费全部都免除掉 不再扣 对 因为给家长造成了 不好的服务体验 所以呢 我们也跟校方去申请了 可以把5%的服务费 给家长免除掉 对于这一方案 王女士并不认同 她觉得 迄今为止孩子在这儿 已经上了57节课了 而如果校方只给算50节课 也就是仅仅免了他们7节课 补偿力度太小 这一件当中啊 也当我孩子了 我心里不甘心 给家里人商量一下再说 兄弟们 我入门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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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